我们这几集都在谈潜能发挥 一般人发挥出来的潜能只有3到7个percent 妨碍潜能的有四个因素 有不良的习惯 负面的态度 错误的信念 过低的期许 今天要谈的是第三个障碍 信念 英文是believe 为什么错误的信念 wrong belief 会影响我们的成功 而正确的信念会帮助我们建立信心 大步迈向成功呢 佛塞雷啊 我是EQ Master雷洛梅老师 每一个人对自己都有一套的看法 或者是信念 也是自我形象 self-esteem 所以我们都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家 我说我行 或者我不行 我都是对的 如果我认为我不如人 我就不敢尝试 或者抱着否定的想法去做 当然失败的机会大大增加 我们看到非常美丽的超级名模 记者问他觉得自己是否漂亮 他会摇摇头认为自己是丑小鸭 再问他丑在哪里 他会说耳朵的附近有一颗痣 但是没有人会注意到 但是他自己无限放大那个地方 他就会把它当作真理 我们自我的评估不见得正确 如果我小的时候 没有碰到好的数学老师 让我认为我的数学不好 我就把它当作真理 每一次看到数字 我就头昏脑胀 考试的时候更是紧张发抖 父母或者是配偶都说 我没有数字概念 以后我一看到数字就有障碍 完全放弃学习 或者我认为我没有方向感 常常迷路就是我有这样的信念 每一次找路的时候 我就慌张分不清楚东南西北 紧张兮兮的害怕 就越加深我自己这样的信念 就认定自己是路痴 但是这些都未必是事实 这样错误的信念 就会提升我们失败的几率 电脑有一个名词叫做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垃圾进垃圾出 意思呢是当我们输入 乱七八糟的资讯 印出来的就是乱七八糟的报表 所以呢我们的思维 或者是信念是错误的 那我们的行为就会是没有信心 不成功的表现 我是地雷探测员 今天都学到了吗 要懂得评估自己 拥有正确的信念 相信自己做得到 不要把错误的信念当作真理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成功与成就 一定要避免踩到 妨碍障碍错误信念的地雷 最后一集我会分享 如何除去四个 防止成功障碍的解药 谢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按一个赞 记得订阅情感灵地雷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拜拜